上世一绝一切了 这个上世 我们就是了解到 这个老子有讲 这个上世闻道 勤而闲之 中世闻道 若成若亡 下世闻道 大笑之 不笑不止以为道 有没有 就是上世 上等的根气的人 一听到道以后 勤很努力的来行持 勤而行持 然后中世闻道 就若成若亡 好像有好像没有 因为他的善根不够 所以那个信心不足 就若成若亡 那下世闻道 因为下世 没有善根 所以他闻道以后 大笑之 说那些亡 会笑说 凡尘不会享受 去修道吃苦 那些亡 老子说 不笑不止以为道 他如果没笑 这个道就不价格了 跟他的下等根气的一样 就没有价值了 因为他笑 这个价值才会呈现 所以这边就讲上世一绝 就是一旦觉悟了 我们上世人一旦觉悟了 一切了 一切都不会再有迷惑 不迷惑 不起后造业 就不会受苦 所以一绝 一旦觉悟了 就一切了 一切都 都已经有答案出来的 要怎么做 自己都知道了 可以前选要做上世 中世还是下世 所以做上世 要勤而行之 要一绝一切了 就是一旦领悟了以后 要一切都领悟 不会再产生迷惑 因为我们迷惑会造业 造业要受苦 所以一切都已经了了 各位先生一切了了没有 还没有 有没有结了 有没有 这个上世一绝 有没有一绝了 一旦觉悟了 有没有 结悟是有 不敢肯定 因为他也有 这个深浅 领悟的程度 也不一样 有的可以领悟很深的 有的就是 比较粗浅的 那我们一定要自己努力 自己 朝着这个真理的方向 一直努力 中下多闻 都不信 那个上世一绝一切了 上世一旦领悟了以后 一切都没有迷惑了 所以一绝就一切了 那么中下多闻都不信 刚才我们有讲过 这个中世跟下世 中世的善根不足 那下世没有善根 所以他们听了都不相信 我们要了解说 这个上圣佛法都是要自己累积善根 善根已经成熟了 就可以接受了这个上圣佛法 都是要自己努力 才能够接近 才能够接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